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约一点 香港站中示威者三度冲击立法会 一些占领人士拿起铁马和石砖 砸破立法院玻璃门并把玻璃门打破 据说有几名人士进入立法院 香港明报报道 警方到场后即刻把众人赶走 现场也爆发了冲突 警方碰射胡椒碰雾和使用警棍 双方激烈推撞 最后四人被捕 他们都是年龄介于18到24岁的青年 香港政府严厉谴责冲撞立法院的行为 政府形容暴徒企图阻止警方执法 挑衅警员 警方经过劝狱以及警告无效后 采取最低武力防疫 阻止示威人士继续冲击 另外学联合学民思潮者表示 不理解凌晨抗议者冲击立法院的行动 他们不同意行动者在冲击后就离开 根本没考虑到现场其他人的安全问题 明知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